已经知道矩阵A跟矩阵B 那么请问矩阵A是否可能等于矩阵B呢 如果A矩阵跟B矩阵要相等的话 每一个圆都要一样 所以A就要等于C平方 -3要等于C减1 14等于14这个就不用了 好来18要等于2加A 所以我们就可以来推回去 A呢可以等于16 好那这里呢我们就可以再推到这里来 A如果是16C平方 16等于C平方 所以C就可能等于正负4 好正负4呢 回头再来看最后一个 不是回头啦就看最后一个 带进来这里 也不用带呢 你要带好像比较麻烦 因为你要带两个 你要带正4或负4 所以我们不要用带 我们直接从这里来做就好 因为这里只有一个位置数 好 -3等于C减1 所以C就会等于负2 结果呢这两个 算出来C等于负2 跟B举正就不相等啦 感谢 '.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